Hello,大家好,我是Amanda,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 新手护痕在购买烟瘟的时候会不会去问该产品有多少个A 现在市面上的烟瘟有3A,4A,5A,甚至到9A 那你们会有种想法,是不是越多A越好呢? 那其实不是的,A只是代表了烟瘟的大小,而不是这样 它们的营养价值呢,区别是不大的哦 那市面上其实最常见的是3A,4A,还有5A 那其实6A以上的呢,基本上都是接斩 那今天呢,我会教你们如何去分辨3A,4A,还有5A 3A的烟瘟的大小就等于是38毫米以下 4A的烟瘟是39毫米到45毫米之间 而5A的烟瘟呢,就是45毫米以上了 那视频看到这里呢,你已经会分辨3,4,5A了吗? 留言告诉我哦!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呢,就分享到这里 但是最后还是要呼吁大家去购买 由正规加工厂生产出来的烟瘟哦 关注我们大马星辰下的视频再见啦,拜拜! Oo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